大家好 我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周恆文豪 那跟我們一起的坑的還有祖父DDIO 應該很多人都有聽過 可能不一定很多人 有些人可能有聽過少了再買這個東西 但是很多人可能還是沒有聽過 所以我稍微再簡單講一下 什麼是少了再買 就我們這個專案到底在做什麼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這些年也弄了一個透明的專案 底下有一個少了再買 少了再買 顧名意思是少了條碼之後再買 問題是為什麼要少 要買什麼 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欸 這樣 有個查看情況 沒有 好 謝謝 好 然後大家應該都有抵制過官網的經驗 這就是可能要先知道什麼東西在買 然後有抵制過衛權的經驗 那再來就是有沒有曾經想要購買 對環境友善商品的經驗 可能有 但是你不會知道這些東西是不是真的 它的製造過程中是不是真的對環境友善 那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像義美 那個大家可能都覺得它是台灣最後的良心 可是如果沒有新聞告訴我們說 它曾經有這些投台的紀錄 我們就還是覺得它是最後的良心 所以因為我們就整合了一些這種環境資訊的紀錄 所以我們過去有發現義美 像剛剛那一個廠 它在這十年 我們資料庫整理的這十年裡面 它就有六次的違規紀錄 而且有一次是高達兩百多萬 所以如果大家在買的時候覺得它是台灣最後的良心 但是從來都不知道這些違規紀錄 就會不斷不斷的支持它 可是我們有時候真的在想說 如果我真的想要買一個 我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工具 是讓我想要買它的時候 我一掃條碼 然後我就知道說 其實這個公司 它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環境違規紀錄 它是不是真的對有環境是友善的 到底是怎麼樣的企業 有時候可能會想說有沒有這樣一個工具 可是呢 一直以來都沒有 因為這個資料實在是太難接了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東西給做出來 我們把這個夢想給實現 所以我們費了好大好大的力氣 終於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只要掃商品條碼之後 還有一分鐘好 就是我們掃了商品條碼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個製造商 它的環境違規紀錄 但是這裡面其實非常非常難見 就是有條碼 但是它不見得可以連接到製造公司 所以我們其實是一筆一筆 而且是透過志工還有很多正使用的 一般不特定大眾每個使用的 辦法把這個資料給建起來 那大家想說 這個資料都建完了 我還來這邊幹嘛 對 因為我們這個資料 好像是把大家的想要做的東西給做出來之後 可是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 將近一萬次的下載裡面 在近期一個月 我們在看到它近期一個月 比較頻繁有在使用的人次 大概只有一千多人 所以距離我們真的想要透過這個工具 讓企業可以做到改變的這個目標 還有一點點距離 所以我們是在想說 一個工具我們好不容易把它開發出來了 但是這個APP到底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為什麼大家使用的機率會 使用率會這麼下降 所以今天我們的目的就是要 徵求產品經理跟UX 來就就少的再買 讓我們這個工具可以更好用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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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